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有时候佛陀为了要教化弟子的缘故 他会视现出生命的样子 所以佛陀有医生 比如琪婆就是佛陀的医生 如果需要为佛陀做按摩时 医生也会为他按摩 但有人说 生病了不用去看医生 只要光靠持咒就可以了 我会跟他们说 两个一起做吧 看医生也持咒 连佛陀都有医生 所以还是要去看病 同时也要持咒 两个都要做 如果可以加上仿生 失实 焉供 利益更多众生 并会好得更快 4.虽然我们都知道 菩提心及空振剑 是很有利益的 这是很肯定的事情 我们去观修菩提心 的确都会给我们 带来很大的利益 但是光是观修菩提心 没有去看医生 这样不行 5.如果我们一面观修菩提心 一面去看医生的话 这时候医生所开给你的药 应该可以产生比较强的力量 今天我们生了病去看医生 看了医生 医生也给了药 这个药对我们病的痊愈 到底有没有效 其实靠医生 也要靠我们自己 6.如果今天 医生开给我们药 我们吃了这个药 之所以这个病能好 原因是因为过去生 我们曾经累积了 这个病会痊愈的因与福报 所以靠着医生 也要靠自己 7.同样的道理 今天 虽然我看了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也是一个好医生 可是有可能 我的病不会因此痊愈 为什么呢 因为我并没有累积够 我的病会痊愈的这个因 解释自己的修行 1.在皈依之后 你必须小心谨慎地 持守皈依的戒律 同时 必须避免三件事情 必须从事三件事情 1.必须避免的三件事情是 1.在皈依佛之后 你不应该皈依世俗地神起 以及这个世界上 有权有势的人 2.在皈依法之后 你应该放弃所有形式的暴力 不论是思想 语言或行为的暴力 3.在皈依身之后 你不应该和那些 以错误的方式来过生活的人一样 或者相同的生活方式 也不应该不相信因果业报法则 2.你必须做的三件事情是 1.在皈依佛之后 你应该敬重代表佛陀的任何物品 也包括绘画和塑像 即使是已经破损失修的佛之代表物 也要待之以尽 并且把它们安置在高处 2.在皈依法之后 你应该敬重所有的经典 敬重的范围 甚至向下延伸至单一字母 因为字母是佛法的支柱 千万不可跨越佛术 佛陀曾说 在这个末法时代 他会以经典的形式来显现 3.在皈依身之后 你应该敬重 以及所有遵循佛法的修行者 2.如果看到美丽的风景 花朵 或任何美妙的事物 都可以用心意供养给三宝 1.顺缘升起时 把他们视为三宝加持和仁慈 毫无怨言力 把所有的疾病和障碍 视为三宝伪伪起来的加持 这能够使你亲近 过去所造之恶业 2.当你遭遇极大的危险 或可怕的情境时 呼唤三宝给予协助 在那个时刻 三宝的加持将护卫你 3.当你用这种方式来修持皈依 皈依将成为你心绪本具的一部分 3.佛陀的所有教法都说 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结果 这是因果业报不爽的法则 4.弃绝恶行 修持善业 调福你的心 此乃佛之教法 5.有四种不善法要避免 四种要避免的不善法是 1.欺骗那些值得敬重的人 2.使某个人怀疑其善行的价值 而感到悲伤 3.批识识 3.批识诋毁圣哲 这是造下了口业 4.欺瞒自己的过失和品质 并且欺诈他人 2.四种善法是 1.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 也不说谎 2.敬重赞美菩萨 随喜他人善行 3.不诈欺 仁慈对待一切众生 4.带领一切众生 走上证悟解脱之道 忏悔你所犯下的每一个恶行 即使是在梦中所犯下的恶行 7.努力让自己的行为 符合三宝与善知识的教导 例如 阿底侠尊者 从未让一天度过而不忏悔 他可能犯下的恶行 一旦忏悔之后 恶业就相对的容易被情戒 8.造作许多恶业的人 即使他富裕有权势 人将无法避免堕入轮回的下三道 从事许多善业的人 即使是最卑微乞丐 将在一切诸佛的带领之下 从中阴前往西方极乐净土 或投身上三道 9.善业恶业报应不爽 死亡时所发生的事情 符合你的所作所为 1.如果你的行为良善有益 将有安乐 投身三善道 2.如果你的行为邪恶有害 将有痛苦 投身三恶趣 3.此时此刻 在你能够选择快乐或痛苦的时候 切勿沉溺于恶行 竭尽所能力 行善 不论其大小 10.没有一个行为会消失的不留痕迹 诸如沙身等恶业 所制造的印记 永远不会消失 直到你尝到它不可避免的业果 或用正面的对质解药 来抵消它为止 11.因此 即使是最微小的善行 也要努力去完成 没有任何的保留或犹豫 同时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恶行 也要避免去从事 12.关于因果业报法则 要记住四件事情 1.业果是确定不爽的 只是时间问题 2.业果容易增长 就像滚雪球那般 3.你所经验到的任何事物 没有一个不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 4.你的行为 所剥下的叶的种子 绝对不会自行消失 13.即使是供养一朵花给三宝 或念诵一次六字民众 都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功德 同样的 即使是看似最微不足道的恶行 都会有一个恶果 因此 恶业应该立即被清净 14.诸佛 我曾经赞美念诵六字大明咒的利益 不可思议 但如果你对那些利益存有疑虑 或认为十咒的结果 要等到数节之后才会显现 那么你只是让自己离正物更加遥远 15.怀疑和犹豫 是达到共与不共之成就的主要障碍 如果你怀疑上师 你将无法领受他的加持 如果你怀疑过法 不论投入多少时间来研习与禅修 你的努力将没有结果 16.从空性中升起的一切现象 都是虚幻的因与缘合合的结果 现象之所以能够有无穷的展现 1.仅仅是因为万事万物的本质是空 17.万事万物的究竟本质是本然清净的 离于所有的造作 超越任何存在和不存在的概念 18.你的所作所为越是小心谨慎 你就越容易了悟空性 你的见解越深奥 你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就越清晰 19.观修空性和慈悲 以获智超越轮回与灭盘的解脱 分成三个部分 1.愿菩提心 能够唤起无上菩提心 2.行菩提心 观修菩提心的两个面向 3.修持这些法门的戒律 2.愿菩提心 有两个面向 2.对众生生起的慈悲 3.以及通往正悟的智慧 2.修持佛法 3.能够使众生脱离轮回 4.过至正悟 4.因此 5.这是真正报答父母仁慈的方式 5.从不混淆 5.不颠倒 5.清楚知道 5.什么应该从事 5.和什么应该避免 5.乃是菩萨的修行 5.乃是菩萨的修行 6.而三 6.就像过去的诸佛菩萨 7.升起菩提心 7.地下带领一切 7.有情终身 7.过至正悟的愿望 7.现在该是我们 7.升起大悲心 7.和菩提心 8.而四 8.大乘佛教的教法 8.是佛法的精髓 9.而菩提心 9.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 9.一旦 9.菩提心 9.在心中升起 9.你就是真正的佛子 9.主佛 9.将怀着极大的喜乐 9.看顾你 9.如果你没有担当地 9.负担一切众生的痛苦 9.那么领受无上之大乘教法 9.又有什么用处 9.而六 9.菩提心 9.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9.而生起获至正悟的愿望 9.而七 9.菩萨 9.平等利益 1.一切有情终身 9.而没有朋友 9.和敌人的区别 9.而八 9.切勿为了自身的利益 9.而隐藏你的学问 9.财产 9.以及任何其他的成就 9.相反的 9.把一切 9.回向给有情终身 9.并立下希望 9.一切终身 9.能够 9.闻思修 9.佛法的愿望 9.不论你多么博学 奪文 9.持守戒律 9.慷慨不适 9.只要你对此 9.感到焦慢自负 9.同时 9.轻灭他人 9.你的修行 9.就不会有任何 9.正面的结果 10.积聚功德和智慧 10.确实是成佛之道 10.但如果他砸了识着 10.焦慢和高傲 10.就无法结出火事 10.散意 10.回向 10.将能够保护你 10.从那个修行 11.过得的功德 11.免于被称恨 11.及其他负面情绪 11.所摧毁 11.三二 11.普贤 11.连菩萨恨愿赞上云 11.愿我的祈愿 11.永不浩劫 11.直到一切友情终身 11.离于负面情绪为止 11.哇哦 11.狗狗好可爱哦 11.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11.希望有人爱 11.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11.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11.它们的中心 11.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11.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11.也渴望您的关怀 11.需要您的帮助 11.台湾救狗协会 11.邀您一起 11.护持 11.救护 11.养护流量狗 11.华博账号 11.5001-6766 11.5001-6766 11.护明 11.台湾救狗协会 11.佛教慈悲之夜 11.高雄分会 11.凤山三王宫 11.联合举办 11.恭送阿弥陀经 11.继慈悲诗诗法会 11.恭请赞山法师 11.赞同法师 11.共同主法 11.日期 11.八月三十一日 11.星期六 11.时间上午10点 11.地点 11.凤山三王宫 11.高雄市 11.凤山区 11.保生路 11.248号 11.恰询电话 11.7-221-2323 11.07-282-0278 11.敬邀菩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灾法义共沐福恩 佛仪教经中 入灭前的佛陀三问弟子 如等若于苦等四地 有所遗者 可及问之 无得怀疑 不求绝业 应应期盼弟子 能彻底了知四地的真实含义 四地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四圣地 苦 及 灭 道 是佛陀从初转法轮开始 到往后45年说法的核心教义 在中任书中说 四地是迷雾之本 迷之则六道芬然 物之则有三称贤胜 地 有真实不虚的含义 若能如实之见四地 便入圣者之流 因此称为四圣地 苦 泛指贪称吃烦恼苦 以及生老病死和三二道的苦 这是苦果 疾是苦疾之因 这是由于不了解因果流转 而造作种种与烦恼相应的行为 因而积极种种业力 灭 是不受烦恼支配 咬断生死的束缚 这是苦灭后的心境 也是乐果 道 是灭苦的修行之道 该括而言是以界定慧三无漏学为根本 是属于乐因 知苦断机 木灭修道 佛陀先说苦地 将苦果放在前面 是为了让弟子们能知苦而生厌离 发愿不再造作恶法 即涌断疾苦的因 要断离受苦 有断苦的方法 因此又有道地来说明修行的道路 而佛陀先说涅槃极境的灭地 使人生起对乐的向往 进而发起离苦向道的心 苦因之 吉因断 灭因阵 道因修 简单来看四圣地 即是解形病重的断苦相乐之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